好,开始之前又宣传一下,因为未来欧国杯的时间都会搞看球派对约出来看球 今次和铜锣湾一间餐厅叫Chillless,即是之前世界杯的时间,或者一些英超会比赛都在那里搞看球活动 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吧 今次是欧国杯,欧国杯也会在那里搞的,大家一起有助合作 第一场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晚,即是9点长次这场球,早场这场球,波兰对着荷兰分组赛 分组赛那边,9点的场次基本上只是这一场,大家都知道9点那些起码比较不一样 但是就适逢这场,又有荷兰,香港有不少荷兰等的嘛 再加上什么呢? 星期日晚,刚刚吃完饭的时间,以及父亲节 大家如果想到父亲节要哪里吃饭,不妨真的 真的可以与大家带着爸爸一起来看球,是吧? 相信是一个十分之好的亲节活动 为什麽呢?就是收费就是minimum charge 收到250元一个人,最低消费 即是你喜欢可以喝光也行,或者吃光也行 所以吃饭吃着饭看球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那晚8点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就可以游了 一直到大约11点左右 所以希望大家拥有支持 地址就在铜锣湾禮顿道95-97号 星徽大厦的地坡 即是什么呢?就是HKU Space 同楼环HKU Space的对面 或者不知道HKU Space在哪里 就是宝粮局在哪里 宝粮局斜对面那里就是 希望到时看到大家,希望大家拥有支持 预告也行,除了这一场之外 下个星期四的夜晚12点 丹麦和英格典都会在那里搞看球派对 希望大家到时都会出席 大约多个一句,先去这一场 波兰对荷兰这一场 报名的方法就是 看到图里面的QR Code 就是这个报名表 或者在影片下方的描述 也有个报名方案 有个Google Form的连续 希望大家可以进去 填完资料,还有下面有个Pay Me Code 最主要是你不用全都给 因为你都未知去到那时吃多少 但每人下100元订 留位,让大家有个普尚吧 如果付完资料就可以了 希望到时见,见到大家了 好了,2024年欧国杯将今晚 等了这么久 今晚正式开球 揭幕战由德国主办国德国 对着苏格兰 这一场A组分组赛 做了一场揭幕战 欧国杯每队的决赛名单都已经出来了 今晚开球没理由还没出 正常开球前一周就已经出来了 名单决选当然了 这些球员将会是决赛州里面的 可以用的球员 但到现在这一刻 仍然有变动 为什么呢? 就因为有些球员受伤 而受伤也可以证实到他们是趕不及 在欧国杯完之前 复出的话 这一段时间 即欧国杯开球前 都可以有补选 可以有补选 但若然开球之后 若然你的伤其实小 只是伤过两个星期 那当然不可以补选 要有医生自证明 所以阵容上正常的还可以变 除非这个情况之下 好了 讲到双兵问题 其实过去这个星期 虽然出了名单 或者有些球队 不用过去一个星期 早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在这几天里 大家都看到不少新闻 有些球员因双退队 就要补选 其实也反映了一些 现在的球团比赛越来越多 在强度增加了 以及体力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 令到很多球员受伤的机会 越来越增加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很难避免职业球员 这些是不幸运 在大赛之前这样受伤 那我们就看看 今届欧国杯有不少知名的球员 不敢说球星 就是知名球员 他们因为不同原因 受伤也好 或者有某些原因 都是圆顺今届欧国杯的 大家可以顺便看看 这群球员圆在欧国杯之外 对本身那阵球的实力影响又如何 首先讲讲主办国德国 德国被视为 也是今届的其中一支奪标热门 虽然过去的两届世界杯 和上届欧国杯都表现令人失望 但今届欧古市民带队 再加上却奥斯回来的时间 似乎以为又有点起色 加上有主场之利 自然被人觉得 都是其中一支热门 德国永远就是 你不要小看他们 不要小看他们 因为德国永远 越被人看死的时间 就越燃起了他们的斗子 但德国 其实双兵的问题不算太多 但是 这两天有一位球员要退队 在白人的表现也十分出色 展现了天分 所以拿古市民也选了他入队 宁愿不要哥列斯卡那些 只可惜 帕夫诺域 想着今届欧国杯会不会是上位之作 可惜 近日他患有病毒入侵 所以扁图仙就发炎 这件事似乎他要退队 始终这件事退队 都明白的 扁图仙发炎 这些是可以传染的 如果传染或者令球员 很多球员都感染到病毒 就麻烦了 最终帕夫诺域就退队 无奈地要退队 就保证了阿晨仔安利简 很多球迷会有很多意义 安利简 不要了 回塞堂 又慢又盛 怎会选择老电池 就算老电池 为什么不选择 猴虎斯 首先安利简是 可以说他的速度已经偏慢 但是 难顾市民选得他 应该是有他的长处 首先经验方面 来到大赛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晓慕斯 不是说不好 今季在多姆特都很好 特别欧联决赛表现十分出色 但是 大家要明白 晓慕斯回到国家队 他不会是正选 而我看回一些报道 晓慕斯本身的性格 如果他没有正选 他会发难差 这件事随时会影响到更衣室的问题 对 你会单凭你觉得表现 就应该要选择老电池 但问题 若然你保证不了正选 你选择老电池 你选择老电池 后果是不甘折想的 你也没理由因为选择 进去硬选择老电池 这么久没有交 那怎么办 最终拿古斯文不选 拿古斯文不选 拿古斯文不选 其实也可以理解 大家要明白 选择现实还是现实 不是打机 不是打FM 先选择了 不用就不用 不是这样的 真实的话 因为教练是要顾很多东西的 管理那些 你要顾着更衣室的气氛 以及对于球队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保证不到有正选 那么选择老电池不选 很正常 选择陈仔 位置上 陈仔应该也不会正选 但作为一个后备 我个人觉得这个选择也算是可以 好了 德国第一场球的对手 苏格兰又怎样呢 苏格兰 其实也 连续两届 入到欧国杯的决赛周 这次作为 德国的揭幕战的其中一支球队 苏格兰本身 在外围赛表现十分出色 赢过西班牙 又赢了夏兰特 奥迪加特在阵的挪威 被视为 有力成为今届赛事的黑马 但有点不幸 到了季尾的时间 今届在博洛尼亚表现十分出色 也带领博洛尼亚 拿到欧联席位的进攻中场 Lewis Ferguson 在季尾的时间就重伤 伤了十字印带的撕裂 结果就长投到今年年尾了 所以就圆尽了 今届的欧国杯 其实这件事也对苏格兰的影响很大 也很大 本身苏格兰还有什么呢 已经在右翼卫 或者奔福特的欺击 爱华和柏洛尼亚都因伤是入选不了 入选不了 圆尽金格欧国杯 好了 结果决选名单就出来了 怎料 连他们的正战头合力 戴基斯 戴基斯 戴基斯的正选中锋 在外围赛里面也是正选中锋 也因为伤 结果近期 这星期又伤 就要退队 用到新克兰 戴基斯 戴基斯本身 入球能力不算太高 老实说是球底 只是一般 但是够勤力 在前面够充斥力 够勤力 停球 新位很足够 典型的 也是英式中锋 但是他那种就是 善于跑动 不断走位 做迫场 所以在前面 有很大作用 也是因为这样 为什么经常看到 麦汤 麦坚 后赏 后赏 波 就因为他 引开了不少的后卫 就被队友后上 被射入 结果现在 他的决阵 对苏格兰的影响 先大 新克兰的 老实说 实力上 真的不太足够 打基斯也不太好 但问题 比新克兰 和夹关夹熟 没有了打基斯 前面 他的转要力 是低了 所以 对于 苏格兰的实力 真的 都可以说 挺大影响 好了 还有西班牙 西班牙 就是 金解 B组的西班牙 身处B组 西班牙其实也有 也有不少伤兵 譬如伊斯高 还有 维拉里的奔劳 这些都因为受伤 要墙头 就入赏不了 但如果你说西班牙 影响最大的一定是 Gaffee 这个巴赛的年轻中场 其实19岁代表西班牙已经27次了 即是你看到他近21年开始代表国家队 这三年 这两三年他的上位速度都挺快的 不过 真是在外围赛最后一场球 其实这个也是督定出线 无关痛恙的赛事之下 对着格鲁吉雅就很坏不坏 又是十字印带撕裂 对着格鲁吉雅又要长头 又要圆尽今届欧国杯 其实西班牙在中场方面的活力和创造力 都挺大受影响 你看到巴赛其实今届欧国杯的中场 感觉上还是差点的 尤其是进攻方面 所以Gaffee真的圆尽今届欧国杯 对西班牙来说绝对很大的损失 不过相对西班牙来说 他的同组对手意大利更加大 为免的意大利 老实说近年的人脚 真是一样一样 老实说不会奢望他作为意大利球迷 也不会奢望他今届赛事可以为免成功 弹球 入到八强都已经十分之好 但意大利真的不幸 都是双兵满营的一款 特别后防重灾区 埃沙比这个国际米兰的中坚 已经因伤已退队 除了这个老将之后 就跟着年轻中坚 就是这个史卡云尼 今届在亚特兰大表现十分之好 替亚特兰大拿了欧巴冠军 也拿到欧联的席位 但他在最后一场的意甲修裂战 对菲林天娜的一场比赛 又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比赛 例行公事 又是伤了十字印带 结果又要长头 又圆尽欧国贝 真是不幸 再加上热切的热切 因为手指 又是趕不及在欧国贝前复出 又不能入选 其实意大利是后防重灾区 除了后防 上届奪贯的功臣贝拿迪 亦因为在3月的时间双了ACL 又是要长头 又是要休息到十月 这更糟糕 最终又是要圆尽欧国贝 没有了贝拿迪 虽然沙素路今季的成绩 表现十分之差 还要降了班 但某程度上 季尾没有了贝拿迪 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贝拿迪这人的球 你感觉好像不太厉害 但问题 他踢的右翼在意大利 真的挺大作用 盘扭 和和队友的配合 真的有很大作用 再看现在意大利 没有了贝拿迪 没有了贝拿迪 对意大利 也挺头痛的 还有 意大利的Garry Lee 今天阿珊尼奥鲁 又因为伤又是没有入选 又是落选了 因伤落选 那阿珊尼奥鲁 你说他在维拉 可以贝拿迪 但问题 这个球队是不差的 但问题是 没有什么触合智慧 但问题 在现在意大利 其实他也有他的位置 问题 他也是因伤缺陣 令到意大利 真的前面和后防 都挺受影响 再加上东拿尼 衰倒球 还未复出 所以也踢不了 所以今届赛事 意大利也挺大事 好了 接着就是 搞看球活动 那场球 其中一阵球是波兰 老实说 实力来说 本身就不是好 也不会对他有太大期望 不过 正正因为实力不好 一有些主力受伤 你也挺惨的 米利克 就在上周 对乌克兰的一场 热身赛中 踢了5分钟的伤出 结果 因为这样也是 上周之下 亦都宣布要退队 退队 有实力的前锋 曹文达斯的前锋 都未算 连黄牌射手 利文道夫斯基 在最近一场 热身赛 也受伤 肌肉纤维撕裂 预计军医 可以复出 但一定赶紧不到第一场 对荷兰的比赛出场 而且就算给你第二场 就算第二场出的话 你的状态如何呢 都很诚意的 你运到夫斯基不行 即是等于波兰就很不行 那就捉波兰好运了 他第一场对手 荷兰也不是很多去哪里 荷兰在热身赛的表现十分好 轻取加拿大和轻取冰岛 但是 可惜 今次 二身赛之后 亦都增添了两名 双兵 而这两名双兵 对荷兰很大打击 一个是什么 法兰基敌装 法兰基敌装 其实就不关这两场波事 最重要是因为 本身入选了 但其实法兰基敌装 自从大约是三四月的时间 就是作客黄加玛德里 那场波国家打比 就被华维迪踢了 那个竹装之后 就要一路伤了 其实这个竹装 他之前已经是 年头的时间一路伤 那又在养 就是养伤完没多久 復出没多久 就又伤过 一直到现在 就提早收列到现在 就想着 勾过杯之前 可以赶紧复出 但原来再看回 最终军医的报告 就是说 也是赶不及 赶紧复出 现在最终要退队 退队 接着 保存的是马臣 接着 到高文娜斯 中场拍档高文娜斯 也因为在冰岛一场熱身赛前 热身的时间 受伤 也要退队 高文娜斯今季在亚特兰大表现十分之好 这位中场球员 无论在输送和后上的进攻能力 很多时候都成为球队的杀着 越踢越好 越来越有进步 吸引到不少大球会 例如利物浦 车路士 垂青 也想签他 但是 欧国杯今季不用预计他 其实对荷兰十分之大 是他本身这两个主力来的 一下子没了两个中场主力 对荷兰就 应该出线就应该 也不是 你又有法国有奥地利 对不对 也祝荷兰好运 说回奥地利 奥地利今届被视为黑马的难力 黑大令球队 外围赛 二身赛表现都十分之好 但是 其实他们今届 戒赛事又少了一个重心人物 就叫艾拿巴 这个国家队队长最终都因伤无入选 说不及了 其实艾拿巴在去年的年底 对维拉利尔的联赛中 因为 又是伤了ACL 一直养伤 养伤到其实 去到季尾的时间有几场球 他也有份坐后备 但只是坐 明显 安插乐提 用来找他振脚振回位 知道他还没准备好 好了 最终去到 虽然他现在没有记错 就是说他可以逐渐 一些轻弱点的操练 可以慢慢变回 但是 没用 你欧国杯来到 你要好的状态 对吧 对吧 拉利尔最终不敢冒险 最终冒入他 令到奥地利 其实奥地利的影响十分之大 大家上届看到有艾拿巴和没有艾拿巴的表现 差很远 所以奥地利的打击十分之大 反观法国 法国 始终是人才小 法国 虽然有效力PSG的劳卡香囊迪斯 在5月的时间 5月初 就是作客多蒙特的首回合 欧联四强首回合的时间 就双了 亦都是ACL 最终又是要休息到12月 这样 也就完尽欧国杯 但是法国 有的什么 有的是人 劳卡香囊迪斯 就是这个非好香囊迪斯的哥哥 踢中坚 中坚 没人不要紧 有很多中坚 对不对 结果 对法国就影响不大 好了 说到中坚 英格兰 英格兰 这个话题球队 英格兰 英格兰也有一个伤兵 最终因伤是落选了的 就是麦戒亚中坚 麦戒亚可能会觉得密密宋 但是麦戒亚国家队的表现是十分稳定的 稳定的 似样的 是国家队的防线主力 所以今届赛事他因伤 因为小腿的伤 赶不下 复出 最终又落选 他自己也十分难过 但是难过也没办 因为受伤 对英格兰有什么影响呢? 后防线本身正选 应该是他拍着史东斯 现在史东斯旁边的拍档是哪个呢? 很大机会是股嗨 但是股嗨 无论是级数和经验 和麦戒亚比仍是差一点的 再加上史东斯 这个人真是打歪 很容易伤 现在又在病 所以英格兰 虽然说人脚好 但是今届赛事 后防人脚似乎不是很够人 所以对英格兰的夺贯机会 也挺大影响的 好了 最后一支是什么? 就是比利时 比利时 就是后王金一代的时间 现在换血期 有一帮新的上位 但是新的上位还是上位 始终王金一代 有些都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做主力 比如扎古 迪布尼 其实路门 二五图 古图奥斯 应该是首席门将 不过 又是那句 今季开季前的时间 热身赛的时间受伤 一路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养伤的 是去到季尾了 季尾那几场球 才复出 踢了五场球 就可以踢欧联决赛 然后就得到冠军 其实欧联决赛的时候 也引证到二五图 已经达到状态 状态已经回来了 比赛状态 全部都已经达到 奈何 欧联决退队 应该是不关于受伤的事 而是 他跟教练泰迪斯高的不和 由泰迪斯高上任之初 已经跟他有点不妥了 加上觉得他没有队长做 扎古有队长做 他觉得不妥 所以就跟泰迪斯高开球 泰迪斯高就说 你开球我是教练 你不是 我是教练你不是 那就不算你了 再加上你现在受伤 更加有威被人入 那就不算你了 是吧 染徒 那没有了染徒 其实对比利时的 也不要说是不影响的 他是黑人真 这条狠狠是黑人真 染徒是黑仔 就是黑哥 黑老财 但是问题 他实力真的有 他绝对是世界顶级 就是世界顶级门将之一 但是问题就是 你决阵 对比利时的防线是影响大的 无论你现在的门阵 卡斯迪斯 后备的沙斯 等等也好 都不是染徒的级数 不是那一条 所以对于比利时来说 其实他的影响也挺 都挺金的 那 一阵球员 即是圆尽勾过班 每次大赛都有一阵球员 是踢不到的 不同原因 商也好 不和也好 这群球员真是不幸 也是球迷的不幸 不可以看到这群球员 那 欧国杯 anyway 今晚就开球了 无论你哪个 踢不踢到也好 今晚都开球了 预告 那我告诉大家 每晚都会有live开的 希望大家都 都是subscribe 我们来看 一起开live 看看球 吹水 说说波径 那 这群球员究竟 会是哪一支球队 会夺冠呢 和会有什么惊喜 给大家呢 那 即管拭目以待 为期 未来这个月 就是欧国杯的日子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那今集时间来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放个like 和subscribe这一条YouTube频道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那我就在YouTube那里按个小铃铛收通知 正常来说 有新节目和live 都会困难出来通知大家 那我就follow mypatchel乐远路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亦会订上IG story 好 我们下支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